現在對兩隊來講能上的也都是要給他拍拍手 這一球打到了索愛野方向 索愛野手往後看起來是放棄掉了 這個球是一個紅布浪 劉佛豪敲出了職棒22年總冠軍戰系列的第一支的全力打 哇 這時候呢 標出了一支索愛野的陽春炮 也讓紅衣師隊呢 在悶了有六個半局之後呢 再度的有攻勢的出現 也使得比數現在變成4比1 哇 這個球一打出去 蔡建偉一轉頭也不跑了 因為跑也沒用 這個判斷是蠻清楚的 比賽來到尾聲 這種場打的出現最有震撼力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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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呢 劉佛豪也是一個 強力開路先鋒的代表人物 在整個例行賽當中呢 他也有14發的全力打 這時候呢 敲出了這次賽會 不只是他個人 也不只是獅隊 是整個系列賽的第一支的全力打的出現 我在桃園呢 真的還是打左半邊就對了 對 打出去瞬間那個仰角一夠了 然後力道又夠了 一下就飛出去了 哇 這個球打的